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国际新闻 首先 英国陆军司令罗兰 沃克爵士警告 英国必须在三年内准备好应对战争 他强调当前世界局势的动荡和多重威胁 尤其来自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 其次 日本 英国和意大利 同意推进全球战斗空中计划GCAP 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 计划在2035年前开始部署 最后 加拿大外长梅兰妮 乔丽表示 加拿大希望在对中国的外交上 采取挑战与合作的务实态度 同时强调与日本和韩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英国陆军的新任司令罗兰 沃克爵士 詹瑟·罗兰·沃克 发出了紧迫的警告 英国必须在三年内准备好应对战争 这句话并不是空洞的恐吓 而是基于当前复杂国际局势的深思熟虑 沃克爵士在他的首次公开演讲中阐述 世界正被多重威胁所左右 从俄罗斯的报复性行动 到中国的领土野心 再到伊朗的核武器追求 这些国家形成了某种动荡轴心 威胁着全球稳定 沃克爵士的目标 极具雄心壮志 到2027年 将英国陆军的战斗力提升一倍 而在本世纪末 将其提升至三倍 然而 他并非仅仅依赖人数的增加 而是着眼于现代化和技术升级 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和先进火力技术 他强调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只要英国能及时重建一支可信且强大的陆上部队 以支持其威慑战略 这一观点得到了BBC的报道支持 他们指出沃克爵士并未直接呼吁增加资金或兵力 而是专注于提升军事技术 政府也在行动 一项全面国防审查正在进行中 旨在重新评估武装部队所面临的挑战 国防大臣约翰·希利 在启动审查时表示 当前武装部队的状态令人担忧 强调采购浪费和士气低落 不能再继续下去 根据2024年4月的最新国防部数据 英国陆军部队人数逐年下降 目前仅有75325名成员 这一趋势的背后 是招募人数未能匹配保留人数 前保守党政府甚至将目标人数 从82000减少到72500 计划在2025年实现 与此同时 其他国家也在积极应对全球安全挑战 MICKEY ASIA报道 伦敦、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国防部长 在周二达成共识 将推进一项联合战斗机开发计划 这个名为全球战斗空中计划 GCAP的项目 旨在开发下一代战斗机 计划在2035年前开始部署 这次会议是在泰晤士报报道 英国可能重新审查 这一项目后召开的 显示出三国对于这一项目的重要性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 Sirkier Starmer 在一个航空展上强调 GCAP是一个重要的计划 这一计划不仅代表着 三国在技术和军事上的合作 也象征着新政府在国防领域的强硬态度 这一点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斯塔默 在华盛顿北约峰会期间的会谈中得到了确认 两国同意继续推进包括战机项目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合作 在全球局势的变迁中 加拿大也在重新调整其外交策略 Nike Asia报道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丽、Melanie Jolie 在访问东京期间表示 加拿大将对中国采取务实的外交方式 同时优先与日本和韩国的合作关系 这次访问是乔丽地区外交巡回的一部分 她在北京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成为自2017年以来首位访华的加拿大外交部长 她强调目标是进行对话 在某些问题上挑战中国 在其他问题上与其合作 乔丽的言论显示出 加拿大在多边关系中的微妙平衡 自2018年孟晚舟事件以来 家中关系一直紧张 但她表示最近的会议非常具有建设性 然而她也强调 加拿大同样重视与北太平洋盟友的关系 尤其是日本和韩国 她指出 加拿大希望与日本的关系 能够像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关系一样密切 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确认 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 乔丽表示 加拿大的立场从第一天起就很明确 全力支持乌克兰 无论是在军事、财政、人道主义还是外交层面 她警告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红线 可能会针对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北约领土 这使得跨大西洋安全伙伴关系变得更加重要 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战斗 乔丽还谈到 加拿大对美国选举结果的关注 尽管她淡化了担忧 表示无论谁赢得选举 加拿大都会适应情况 她强调 加拿大将在2025年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 优先处理地缘政治紧张、气候变化、人工智能 以及外国干涉和虚假信息等问题 她还骄傲地提到 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女性国防参谋长詹妮、卡里尼将军的任命 强调女性在决策中的参与可以极大的防止冲突的发生 走在国际舞台上 各国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挑战 从英国陆军的现代化计划 到日英一联合战斗机开发 再到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外交策略 这些举措都显示出 各国在面对动荡局势时的积极应对 这些努力不仅仅是国防和外交政策的调整 更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见和准备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英国陆军的新任司令的罗兰 沃克爵士近日表示 英国必须在三年内准备好应对战争 沃克爵士指出 当前世界局势日益动荡 面临多重威胁 特别是来自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等国家 然而 他强调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陆军仍有时间通过现代化和技术升级 来增强军队的实力 以避免冲突 沃克爵士的目标 是到2027年将陆军的战斗力翻倍 并在本世纪末将其提升至三倍 这一计划的核心在于 技术如人工智能和火力 而非仅仅依赖人数的增加 根据最新的国防部数据 英国陆军目前有75325名成员 这一数字近年来有所下降 国防大臣约翰 犀利强调 武装部队需要进行全面审查 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英国国防支出 目前占GDP的2.3% 并计划提高至2.5% 以加强国防实力和威慑战略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国防部长 同意推进全球战斗空中计划 GCAP该计划旨在开发下一代战斗机 并计划在2035年前开始部署 尽管有报道称 英国可能因成本问题 重新审查该计划 但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表示 GCAP对国家有重大利益 并强调计划的重要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斯塔默 在北约峰会期间也确认了 双方将继续合作推进战机项目 此次会议是三国国防部长 自去年12月签署推进联合战斗机 开发条约后的再次会谈 旨在设立协调机构 来监督该计划的进展 这一合作有助于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 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 以及俄罗斯的威胁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 乔丽表示 加拿大寻求对中国采取务实的外交方式 同时优先与日本和韩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乔丽此次访问东京 并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旨在进行对话 在某些问题上挑战中国 并在其他问题上寻求合作 自2018年孟晚舟事件以来 家中双边关系一直紧张 但乔丽表示 最近的会议非常具有建设性 乔丽强调 加拿大希望与日本的关系 像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关系 一样密切 并加强在国防、经济和能源等方面的合作 乔丽还重申了加拿大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 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 可能对欧洲和北约领土构成威胁 此外 加拿大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问题 表示支持 并强调巴勒斯坦国的存在 应得到承认 乔丽还表示 加拿大将在2025年 担任七国集团 G7主席 将优先关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问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谈 罗兰沃克爵士的警告 英国必须在三年内准备好打仗 我们都知道 历史上的军事准备 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罗马帝国花了数百年 才成为无敌的战争机器 而我们只有三年 这就好像让一个小学生 在三年内成为奥运冠军一样困难 但不要忘记 沃克爵士说的是刚刚足够的时间 在这三年内 我们将看到英国军队 如同变魔术般 从75325名士兵 变成一支能够摧毁 比自己大三倍的敌人的军队 这简直是现代版的变形金刚啊 既充满了技术感 又让人充满期待 哈哈 楚天书 你真的觉得这么乐观吗 你说的好像英国军队 只需要三年的特训营 就能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一样变强大 现实可不是这么美好的 让我们看看数据吧 英国目前的国防支出占GDP的2.3% 这已经算是在北约中比较高的了 要在三年内完成这么大规模的军事变革 除非我们找到金山银山 不然这些花费从哪里来 况且沃克爵士说的是刚刚足够的时间 这句话本身就透露出一种焦虑和不确定性 这更像是军队里的紧急集合 而不是一个从容不迫的计划 谢琪琪 你的忧虑虽然有道理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力量 看看二战时期的英国 不也是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重组吗 有了现代技术 人工智能 新型武器和战术的运用 提升军队战斗力并非不可能 当年 英国在最困难的时刻发明了雷达 现在我们也可以在技术上找到突破口 再说了 沃克爵士并没有要求增加大量兵力 而是依靠现代化和技术升级 这才是未来的战争趋势 难道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充满创意和希望的计划吗 哦 楚天说 你倒是给我上了一颗历史 但我们不能总是依赖奇迹 毕竟雷达也是经过长期研究才取得的成果 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技术确实可以帮助我们 但你忘记了一个关键问题 士气 根据最新的国防部数据 英国陆军的招募人数并未达标 这表明士气低落 单靠技术升级 没有人来操作 这些高端武器也是废铁一堆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计划 不仅是技术 还需要恢复士气 提高招募效率 这不仅仅是三年内能解决的问题 谢奇奇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但我们不能因为问题多而放弃解决的希望 你说的士气问题确实存在 但这正是沃克爵士提出警告的原因之一 提醒大家要正视这些挑战 毕竟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对吧 更何况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未与筹谋总比林可觉仅好 英国曾经在困境中崛起 如今也可以重现这一奇迹 让我们对未来保持乐观 既然沃克爵士有信心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 楚天说 你的乐观精神真是可敬 但在这里我们需要现实一点 即使我们有三年的时间准备 这期间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突破 还有财政支持 士气提升 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因素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 在这三年中 其他国家也在进步 俄罗斯 中国 伊朗 可不会在原地踏步等我们 与其记希望与其记 不如脚踏实地 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逐步提升我们的军事能力 毕竟现实才是最好的老师 不是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 观众朋友们 六博士又来了 今天我们聊聊世界各地的军事动态 带你看个热闹 别担心 我们不会让你打瞌睡 保证生动有趣 首先 我们来看看英国的新陆军司令罗兰 沃克爵士 他最近放了个大招 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 三年内 英国必须准备好打仗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吓人 放心 他也说了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只要我们准备充分 就能避免冲突 沃克爵士的计划是到 2027年将陆军战斗力翻倍 到本世纪末再提升三倍 不过它可不是说靠增加人数 而是靠技术升级 比如人工智能和强大火力 对于那些威胁 包括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 沃克爵士认为 只要我们有强大的军队威慑力 战争未必会发生 话音刚落 政府马上启动了 全面国防审查 这下是真的要干点事了 老百姓可别再抱怨浪费 和士气低落了 接下来 我们把镜头转到 三国联合战斗机计划 日本 英国和意大利的 防长们聚在一起 决定推进他们的 联合战斗机开发项目 听起来还挺国际化的 这个名为 全球战斗空中计划 GCAP 的项目 计划在2035年前 部署新一代战斗机 虽然英国首相斯塔莫的新政府 有意重新审查该计划 但他在航空展上 重申GCAP 的重要性 甚至还计划设立一个 协调机构监督进展 这次会议后 沐远忍还分别与意大利和英国的防长单独聊了聊 连日本自卫队在非战斗情况下保护英国军事资产的事也定下来了 这一切都显示出 面对中国和俄罗斯带来的威胁 日本和欧洲国家加强安全联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最后我们来关注加拿大的外交动作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 乔丽最近访问了东京 强调加拿大希望对中国采取务实的外交方式 她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对话 虽然中加关系因孟晚舟事件降温 但这次会议还是有建设性的 乔丽在访亚期间强调 加拿大希望与日本的关系 其向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一样密切 并且在乌克兰战争上也保持明确立场 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更有意思的是 乔丽还提到 加拿大正在密切关注美国11月的选举结果 无论谁赢得选举 加拿大都会适应任何情况 她还讨论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呼吁停火并释放人职 看来全球的军事和外交动态都在热火朝天的进行 各国之间的博弈也越来越精彩 这么多消息 我们吃瓜群众可别光看热闹 这些动态其实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六博士在这里祝大家看得开心 也希望世界能够和平稳定下来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